N7跟MG4 大對決 評價 評價 大對決 歡迎收看今天的公民車庫 再次強調 我們是專業又搞笑的汽車頻道 確定有專業嗎 還是只有搞笑 你的臉看起來比較搞笑 根據上一集觀眾的敲碗 今天就來做一個 N7跟MG4 大對決 你講對決 然後只有你一個人演獨角戲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就要邀請我們MG4的車主 纏出巾 N7對比MG4 沒得比啊 他嗆你啦 你說定了 那可不一定 今天我們就針對 外觀 內裝 科技等級 附加價值 做一個討論 最後 由觀眾來做評審 那就是 這樣可以了嗎 應該可以了吧 可是導演還沒喊咖 咖咖咖咖咖咖咖 沒有 你又不是導演 我沒喊咖你咖什麼 我還咖啦 咩咩 哈哈哈哈 首先介紹一下這台車的車身尺碼 車長4米7 車寬1米9 車高1625 看起來很大欸 你洗得到車頂嗎 洗得到啊 洗給我看看啊 好啊 是不是很辛苦 還摸不到中間嘛 看看我的MG4 路上最亮的仔 車長4米3 車寬1米8 車高1米5 可是你那個就是小啊 對啊 所有的機械停車場 你都停得下 小而美 小而巧 小而帥 我們全家一家大小進去 連躺平都可以 搞定老婆 小孩 小三 你的可以嗎 嘿 我只要搞定我的小 你們 我只要搞定 我把騙人那一個就可以了 可是我MG4 99萬9的版本 就有64度的電 你那幾度電 57度電 是不是比我少 可是我的是 磷酸離鐵電池 你那個是三元離電池 活性比較高 一個不小心就 燒起來了 而且你燒起來大概300度 你還跟他講什麼64度 可是我的續航里程 就是比你多一點點啊 對啊 你的離三元電池 最好是充到80%就好 雖然我的電量 比你少一點點 但是我的磷酸離鐵電池 至少穩定性比較好 對啊 不然你那個每次充到100% 到時候燒光光了 還滅不了 好像有點到 你這個 舅大蘭真是厲害 瘋往哪邊追你 就往哪邊倒 機靈機靈 況且你那個99萬9的車 把力才204匹 我這個全車系都是230匹的 你的扭力25 我的有37耶 欸 這位兄台 你可別這樣說 你忘記我們有兩個版本 我的X-Power是435匹 60公斤米扭力耶 你的能比嗎 但是你那台就要賣到118萬了 現在比的就是 百萬下的電動車 對啊 你不是穿跟我一樣的顏色 第一天覺得都有道理嘛 所以你說你的車很好對不對 對啊 你的車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對啊 我必須說 目前在台灣買得到的 已經交車的NG4 你的規格 你的用料 都跟英國歐規用的一模一樣 光是關門的紮實度 就超過於你N7啦 哇 那如果以後自治綠針的35的時候 它的品質可能就 堪率啊 對啊 所以我是不是很聰明 對啊 好啦 車身尺碼 你說實在是真的略輸人家一手 那你口口聲聲說你帥 你的車帥在哪 考格化的設計 你看看這個切消式的頭燈 原廠叫它什麼你知道嗎 叫它靈動之眼 靈 這個就是靈動屁眼 它靈動怎樣 來動給我看看 它這個LED像不像睫毛 妹子有刷睫毛 是不是震了30% 這台車是美型來的 車側的鋁圈 縱使是99萬版本 它用節能蓋蓋上去 一樣是黑化的處理 再加上它這個 橘色的卡鉗 只是試蓋而已 是不是更增添一種運動的風格 我看網路上資料 它的卡鉗是馬牌處理 所以你這不是靈動之眼 你靈動馬眼 更不用講 縱使99萬9的版本 低階的就已經是黑化的處理 包含環景攝影側邊的鏡頭 你看MG做生意 多老實 就是因為太老實 太體恤消費者 所以現在被我們偉大的 台灣價值給禁止了 低階的版本 一樣有裝設2tone的設計 只是它是防刮材質 就是沒有鋼琴烤鋸 以我們坐車這麼多年 烤全車的塑料 那是簡簡單單 如果你要把MG4DJ 偽裝成MG4X-POWER 也就是一如怎樣 反掌啦 配合得很好 後面你500 再加上尾翼亮起來 這一個圖騰的設計 堪稱天鵝座 看起來就是博愛座嘛 箭頭畫這裡 這邊是博愛座 更不用講 我這一個 貫穿97.8%的尾燈 MG4DJ版本也是這樣貫穿嗎 也是這樣的 這倒是蠻帥的 更帥的在這裡 你看 女生超喜歡這個設計 為什麼 像不像兔寶寶 黑色黑化的車頂 99萬9的版本就有了啦 空機有嗎 Skoda加8000就可以烤成雙色車頂 那台灣烤的 我這個原廠做的 大陸烤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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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靈動之眼 亮起來之後 是不是很像燈眉 畫了睫毛 高級的 對啦對啦 很漂亮 像斑馬線一樣 務實的家庭化用車 其實該有的配備 N7一樣也沒有少 LED頭燈 前保桿 它不是沒有前裝物燈喔 它是為了更低的風阻係數 還有引擎蓋孔的散熱 我很欣賞納智傑 他這次把標做成這樣 看起來就像是Land Rover 你那個看起來是什麼你知道 Gain Over 沒有 他那個是Gain Over 你Gain Over了吧 側側的部分 他採用比較簡約的 線條設計 等一下喔 我突然發現 這裡這樣看過去 也很像Infork 所以人家是Land Rover 你那個就是Gain Over Gain Over 走 沒有 你這一個沒有環景攝影啊 至少我有倒車攝影 而且你往上一個版本 其實也有360度環景 360度環景 就是一個想要的配備 不是必要的配備吧 沒有它是必要的 它想要 像你這種技術不好才必要 我們繼續不要理它 高階版本 它就有360度環景 而且就會有貫穿式的尾燈 接下來再你看一下 輪圈的部分 低階的版本 標配就是鋁圈耶 還不是塑膠節能蓋耶 你剛剛那台車子 介紹的挺不錯的 就是只有大而已嘛 可是講到內裝科技等級 我MG4至少排台灣電動車 國產前兩名的 沒有沒有 現在台灣電動車 國產百萬內 就只有這兩台車 沒有沒有 只會有第一名 因為是一台聽證 哈哈哈哈 說到了科技等級 我的MG4是跟全世界接軌 自動車車道偏移 車聚體是行人車車 腳踏車車車車車 半自動駕駛 是標配 你有嗎 這些我都有 我的還有OTA 你有嗎 GTO嗎 GTO嗎 像你是DOG嗎 DOG是什麼 馬子狗 喔 喔 對啊 哈哈哈哈 我的Level 2還是一鍵啟動 我按一個按鈕 它就能自動跟車 而且可以跟到停 你的還要按三個 它的還是正一鍵啟動 不好笑嗎 呵呵呵 對啊 我覺得 如果還有點創意 再來一個好不好 我還是正一鍵啟動的 像不像 有比較像吧 我希望它有女性 好受感 謝謝 OTA 就是自動線上更新 你有嗎 你剛剛說你跟世界接軌 人家是跟原廠接軌 人家原廠發出什麼 新的軟體 人家就能馬上新增 欸不要這麼講 他是跟習近平接軌 欸 你不要這麼講 更何況 我的還有 維持模式 寵物模式 露營模式 你的咧 開個門就熄火了 連吹冷氣都沒有 對啊 哈哈哈哈 沒有 不要 MG4就是要帥的嘛 就真的比較小嘛 這是它的硬傷 可是它的帥可以 彌補一切 就像你挑馬子一樣 只要長得漂亮 小一點又怎麼樣 人家也沒有多醜 一樣的價格 99萬 當然是挑大的 對不對 當你急著去按 躺平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台車有多好用 怎麼可能在車上 那麼狹隘的空間 做澀澀的事情 當然可能啊 不然買電動車幹嘛 這樣你在裝 根本很老誇 哈哈哈哈 是什麼 按 按到流暗 按鍵按到流暗 因為躺平的吹冷氣 這樣就不有80%了 哈哈 聽你的介紹 你說你這台多少錢 99萬9啊 空間又大 又可以解鎖各種姿勢 又不會老誇 好像有一點點被它說服了 對啊 你們差很多 哈哈 不能講一下你MG4 MG4好歹也得過不少歐洲設計大獎 這位觀眾問得非常好 沒錯 MG4的內裝 堪稱高科技的展現啊 走 帶你去看 走 帶你去看 這個 厲害了吧 你在上車前 隨時監控你的電量 隨時可以打開冷氣 妹子上車前 是不是要把它 創造一個舒適的環境 它才會讓你舒服嗎 這已經是雙伏式的方向盤 哎唷 跑車方向盤 而且是平靶的 這是AMG才有吧 沒有 我是AMG 你是AMG 少一個A 好可憐而且還停產 Game Over 一鍵就可以開啟自動跟車的系統 我不需要按了一堆設定 很複雜 這個螢幕堪稱解析度高清又很大 很大 你從那邊看出來很大 比我的手機大了吧 爛死了 是不是 再加上它這邊懸浮的設計 當你停車靠的比較牆壁的時候 駕駛這一端 你要爬出去 你是不用跨過那個中船的 我有聽過我一個車主 它以前的車中間就是有一個 穿東手套車 趴過去的時候 短短撞不到他住院起天 老闆不相信他還到醫院看 他說是真的不合 真的不合 住院起天 如果是女性車主咧 他會開心起天 不管任何等級 電動椅都列為標配 是駕駛座而已吧 有沒有嘛 我AMG有沒有給你嘛 有 有嘛 你AMG有嗎 99.9萬9的版本 椅子的造型 泡棉跟我現在這一張 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包覆性是都有做到 只是它變成是透氣不已 接觸面不一樣 好處就是不容易滑 也防燙 內裝的質感 絕對完勝你N7 前面的這個儀表台 它是軟質式的處理 你N7 應該不是這樣 內裝的鋪陳 歐化 你N7是什麼化 政治化 歐化的感覺非常的簡約 亞洲人設計不出來的東西 所以NG4在中國大陸才會賣得這麼爛 他娘的大 這個有後座出風口耶 嘿 好大的風 好舒服喔 你們沒有吧 對不起 我們各種買不起的東西 哼 窮人 哼 沒有吧 這是沒見過世面的鄉村野孩子 Hell Kitty吧 Hell Kitty 所以不覺得後面涼嗎 剛剛在野蠻後面很熱耶 後座出風口 後座自杯架 你有嗎 哼 窮人 雖然說他用了所謂的硬質塑菌 硬質就硬質嘛 至少不是浙江做的嘛 自製率沒有問題 還有壓花紋耶 對嘛 你看看他那個什麼小鳥儀表板 他這個前面 12.3吋的螢幕 你這一個都比他組螢幕大了耶 中間還是用一個15吋的螢幕 iPad嘛 而且是iPad Pro耶 這台N7 他把排檔 像賓士一樣 坐在方向盤的後方 副駕駛座的人 如果要過來排駕駛座的時候 幫你做 等一下你剛剛講什麼 如果副駕駛的人 要來幫正駕駛排檔 對 是不是 而且我跟妳講 副駕駛一排檔 就是達到R檔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一樣 啊 啊 哈哈哈 還有什麼厲害的 不就是螢幕大一點而已嗎 像他全皮的方向盤 這個是最低階的版本 就已經有全皮的方向盤 想跑皮嗎 我的也有啊 車寬1米9 乘坐在車內 你不會有一些壓迫感 欸真的欸 不只寬度 深度也沒話講 不信你看後面 火狗 欸 你真的是小亮哥坐在後座的概念 他這台車 講空間 真的沒辦法拉底 搞不好已經是X7的水準 車高又只有162.5公分 頭部空間至少都還有一個多拳頭 對啊 所以他算是一個都會型的跑旅車 是不是可以解鎖任何姿勢 可是人家都說 你這個電動車折舊率很高啊 都要去填海啊 賣一台了一台 百萬內的國產電動車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折舊率 等一下 這句話我好像聽過 你看這裡 啊如果是100萬左右的 不要跟我講折舊 你有開就賺 這個人上次也講過這句話 沒有 還自打嘴巴 卻嘴巴 不是叫我要講這一巴 對啊 你看那個現代新出的 KORNA 一百四十幾萬 那個才要去討論折舊率啊 這台開10年 跟KORNA開10年 最後都只剩下10萬塊的價值的時候 那你看你省了多少錢 物以稀為貴 認同嘛 KORNA可能賣不到5台 到時候放在故宮博物院 可是你那台啊 到時候可以放在北京故宮 最近你都一直在看電動車 你的觀念是不是有點改變 趨勢來了 你要去學新的東西 這麼說的話 你現在廠內的油車 有什麼打算嗎 這片上片的時候 你們自己去8891看 下方說明欄會有8891的網址 包含上次看到的420長篷 有喜歡 價格好彈 N7全車系標配 挪威70年大廠 Sias喇叭 哎呀 全車系配皮脂打動皮 高階的還有屁股吹涼涼功能 你有嗎 我屁股不用吹啊 因為你的車停產 你背後整個發涼了 呵呵呵呵 我的車雖然停產了 但是我是歐歸的 這樣子的話 以後你頭批的車 價格會比較好 中國道路的東西 並不一定比較爛嘛 以現在車的造車工藝而言嘛 等於你95%會是歐歸零件 以後保持性可能會比較好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看小鈴鐺 並且分享女朋友 掰掰 看完以上的影片 兩部車你會覺得哪一台 以下留言告訴我 記得要訂閱喔 訂閱留言我們將抽出 五個幸運的觀眾朋友 可以獲得什麼呢 公平車庫的精美小禮物 價值至少五百元 欸 不錯欸 要是五個都我抽到就兩千五了 那就還不趕快訂閱起來 讚吧 5010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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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有 你 你 有 沒有 arbeiten 沒有 你 太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